大家好,我是92赫兹,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大家来的呢,是南京新开的Popeyes 炸鸡大师的南京手店 这又是一家火遍北美摩都的地球网红店 怕人多,我特地挑了一个下雨天啊,的大家来探店 店内的装修啊,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湖蓝色搭配 有点Tiffany兰的意思 先说饮料,Popeyes的饮料呢,是6元自助续杯 这快乐肥宅水的无限续杯,有点棒哦 他们家的招牌啊,是乳酪风味的鸡腿排汉堡 算是正典之宝了,先说优点嘛 鸡腿外脆淋嫩,汁水丰富 理料是厚切的酸黄瓜和乳酪酱 糯糊糊的口感,作为炸鸡汉堡啊,非常合格 但是呢,缺点也非常明显,就是一个字,油 不知道是鸡排捞出来不过滤下还是怎么 感觉油,都要渗透它的外包装了 再说卡榛风味薯条啊,卡榛风味呢,就是以大蒜,百里香等香料混合撒在薯条上的一种风味 口味略清淡,我个人还是喜欢吃红薯条哈 我还点了一个奶酥手指饼干,奶香味十足,也不甜 这个非常推荐,搭配上草莓酱啊,也是一道不错的小甜点 最后是蜜质带骨鸡,外壳炸得过硬,汁水蛮多,肉有点老,口味啊,略微咸 总的来说一下,泡派丝就是高配版本的肯德基麦当劳,部分产品略雷 排队在10分钟以内是可以接受的,再多的话,朋友们就可以绕道而行啦 大号的肯德基金淇淋甜品味道,但是它总是火炬形状的那种 在你去吞命上面参观,整个散漫的view 害羞的是你不是我,我也不失望散火